大家好 剛剛講的就是 中國統治他的這個國家 槍桿子 筆桿子 還有錢袋子 今天胡舒立出來 真的代表筆桿子有人反了嗎 還有就是錢袋子 錢最近跑掉很多 那 剛剛講 錢跑掉很多 本來以為說他很屈多 日本 跑到很多紐西蘭 跑到了澳洲去買房子 沒有想到 現在在南韓 對 最貴的房子也都被中國人買去了 沒錯 中國共產黨要抓牢 所謂筆桿子 槍桿子 還有這個錢袋子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如果胡舒立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說 自由派 或是說親美派 對習近平開了第一槍之外 你為什麼說胡舒立很重要 事實上 在過去習近平整頓所有人 我剛才不是講到 周永康案 他是重要的人物對不對 還有所謂的曾慶紅案 是重要的例子 還有一個案子非常非常有名 就是他率先去點名安邦集團 安邦集團 胡小輝 這個案子是他說出來了 鄧小平的生女婿 所以他說什麼 我們要撥開安邦集團的 這個層層的面紗 是他第一個發出來 沒多久之後 胡小輝就被鬥倒了 所以他其實真的就是所謂的 中國這幾年他在反 習近平在做所謂的任何的反貪腐的時候 他第一個出馬就是他 所以他是點誰鬥誰 所以他是非常堅銳 現在這個筆桿子有點轉向 所以這個後續 我們當然看後續的發展 另外一個就是錢袋子 錢袋子我們前幾天曾經講過 中國的外匯存體 一直不斷的在減少的緩步的減少 我講啊 每年的貿易順差五六千億美金 那怎麼會減少呢 就是因為他資金在快速的外流 那外流到哪些地方去 我們曾經在節目說過 他們跑到日本去買房子 跑到澳洲去買房子 反正你跟這個中國越不好的 有買越多 現在他們跑到什麼地方 他們跑到南韓去了 去南韓買房子 南韓在首爾有非常有名的 這個在江南這附近來說 有一個叫Tower Palace 這個頂級的這個公寓 他是非常豪華的一個公寓 結果頂樓的這個公寓 最近被一個中國人買下 他這個房子 約莫折合新台幣是2億 2億 所以他用貸款的這個方式 那因為貸款的方式 用外國 因為韓國是允許外國人在那邊 自產的 所以他買了之後 當然政經南韓 對 當然政 這個房子用2億買下來 當然政經南韓說 哎呦你怎麼會來這邊買 就因為過去南韓的這個房地產的話 除了這個美國人比較常來買的話 其實中國人很少琢磨 那現在中國人開始去買 那會不會慢慢的越來越多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來說 韓國有4成的外籍 中國的比例越來越高 中國目前大概佔左右 這個比例大概約莫4成左右 那其次是美國人 然後再來是加拿大人 所以中國人在這一兩年 買房的速度相當相當的快 而且這個量非常非常的巨大 所以你說中國現在有885個人 在韓國當房東 對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中國的量是這幾年 越成長越來越快 那事實上如果你花這個時間點 大概201314年 就是習近平開始在打攤之後 很多人就跑 錢就趕快跑了 跑掉了 所以韓國的這個 目前未來的房地產 可能也會越來越多 中國的民眾進來買 好了我們不是講嗎 這韓國也是深受這一次 所謂中國的缺電所苦 那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韓國 除了他們本身在韓國三星 或是說海力士 在韓國有工廠之後 中國也是海力士跟三星在 在這個非常大的產能 你看三星來說 在西安 西安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Netflix產 那最近最近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目前是還沒有傳出缺電的這個狀況 但是他有一個重要的原物料叫黃鱗 因為這在生產Netflix的時候 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黃鱗的價格 減少之後 因為他需要用到電 所以整個產能開始往上漲 你看他的價格開始往上飆升 所以讓什麼 讓南韓整個在生產Netflix的時候 成本上揚的速度非常非常巨大 連他都快要受不了了 而且他現在可怕的是 你已經不是價格問題了 你的供給根本就出問題 所以你看到 價格到這邊到頂了 為什麼到頂了 因為沒貨了 對 沒錯 那因為整個這個韓國 整個這個西安的Netflix 占他整個產能的百分之十 所以對他壓力非常巨大 那你跟我們講 萬一未來的電力越來越不足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可能會被管 短期停電這個狀況 這就是一個壓力 好 所以導致什麼 韓國就面臨到非常重大壓力 我們不是講嗎 最近期的時候 你看韓國股市 韓國在最近期的時候 你看連續的這樣下跌 你想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很多產能也是在中國大陸 另外一個 日本也是一樣 最近跌幅非常重 台灣最近的跌幅也非常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面臨到 兩面夾殺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們不能再用看好戲的態度 對 就看他這個斷煤缺電 現在這個斷煤缺電 供應鏈的破壞 對 影響到了台灣 日本跟韓國 對 事實上是台灣影響最大 是在電子業 你看電子業裡面來說 包括PCB對不對 這個所有電子產品 都要用的這個原物量 包括散熱工具機水 林業製協業還有這個造紙業 這個台灣都有 所以最近在跌的就是台灣的這些公司 那同理韓國其實他科技業 佔的比重也非常大 日本也是這樣 所以目前韓國台灣跟日本 都因為中國限電的關係 對國內的產業造成或多或少的衝擊 好 所以董事長 今天對中國來講 你剛剛講的一定出了事 不然今天胡舒立不敢寫這個文章 而且寫這個文章以後 到現在還貼在上去沒有拿下來 表示我要硬幹了 好 剛剛講的 他有槍桿子 他有筆桿子 他現在這個錢袋子 筆桿子真的在鬧了嗎 還有你今天去抓傅政華 某個程度來講 也是要再抓緊槍桿子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 一個是抓胡政華是剛開始 傅政華是剛開始 傅政華是剛開始 那這個胡舒立寫這個文章 是已經發動 這兩個不一樣 胡舒立哪有本事去開第一槍 背後已經開了嘛 他才敢寫嘛 這邏輯要理清楚 傅政華大家看到了嘛 就剛動手他是 他跟孫立軍是剛動手 這兩個而已 只有兩個嗎 不只 全國都是啊 這些多可怕 這些都是特警啊 610辦公室是專門幹壞事的 他什麼工具箱 一大堆監聽什麼玩意都有的 610辦公室 就剛剛幹這兩個而已 所以這個是刀把子剛開始 習近平還沒有抓到 所以這裡面來講的話 我剛剛講 他敢用豬頭來形容他 就是這個情勢是非常壞的 那情勢是非常壞的情況之下 當然剛剛施東講的一個重要 你講的錢袋子 錢袋子 我們從頭到尾今年年初 談這個事情 就是這個錢要跑出來了嘛 那錢跑掉了嘛 那習近平就要把錢撈回來嘛 他雖然抓貪腐搞了一大堆 但是真正的這些前朝大佬的錢 或紅二代的錢 早就跑掉了 而且 因為剛才講 從習近平上任之後 開始打談之後 整個中國的外匯少了幾千億 可是照例講 你每年多了這麼多的外匯順差 你應該現在有增加1.6兆 你不但沒有增加1.6兆 你還少了幾千億 這一來一回 就在把它跑掉了 而且現在還規定 每一個人存款提人民幣 單日存款不能超過十萬塊錢 那錢怎麼跑掉 所以有大量的黑所謂的洗錢集團 幫他們在操作 還有華爾街的人幫他們操作這些事情 因為畢竟你還是要維持一個市場化的 一個概念 否則的話你這個國家會 那麼大的規模 沒有 原來做好好的事情 會突然間沒有辦法停止 對 沒辦法運作了 所以他這個運 維持運作是個大概念 那就剛剛談到這個韓國這個 我覺得韓國這是個怪異現象 投資銀行有專門在投資 這個所謂的建築物的 他們把它當作這個所謂 收益型資產來信託來操作的 這是很專業的一個部門 但他們只投幾個重要國家 紐約是重要國家 洛杉磯沒有 我跟你講 紐約 那就代表你一定要是國際商城 國際商城 你國際商辦 你要國際商辦 我才能夠出租 我才能夠獲利 對 他有穩定的收益 所以韓國不是這個國家 那為什麼會有錢跑去 這逃嘛 那這是黑錢跑去的嘛 他的目的很簡單 因為不然你錢放哪裡 你錢放在抽屜裡面 他錢一定要先洗出去再講 洗出去東西買了 最後你看澳洲就是一樣的例子啊 買了一大堆對不對 結果打折賣掉 現在開始打折在賣啊 澳洲房子全都垮掉 那誰會去哪有一個投資銀行 會去澳洲投資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全部中國人幹的事情 所以他就個別 因為他的錢來路不振 他的錢是都很大筆的錢 所謂很大筆不是多大筆 就是個大概一百萬美金兩百萬美金 但投資銀行不是喔 投資銀行是幾十億美金在幹的 他就長期規劃寫報告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其他幾個很怪異的地方 你看到的錢其實都是貪官污吏 私下的黑錢跑去買一棟大樓 看起來一百萬美金很厲害 其實並不是很厲害 這些錢就是螞蟻搬家 一直把錢搬出去 習近平這一段完全控制不住 為什麼控制不住 因為一直有人跟他在作對嘛 就好像這次限電的煤炭的一樣 一直有人跟你在反嘛 從頭到尾 你打了幾個人貪腐 你殺了幾個人 我告訴你 那個反作用力就是幾個人跟你幹 這跑不掉的事情 那這兩天的情況你看起來 已經到了快接近攤盤的情況 這兩個你看胡舒立跟王岐山 這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反攻的號角吹起了 一個就是你自己的告別事快來了 再看半年就看得出來 剛才講國際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還牽著最恐怖的是國際暗殺 之前不是殺了一郎的核子教父嗎 當時大家覺得奇怪 你怎麼會在他行星的路上 用一個自動機關槍把他給射殺 現在確定了是以色列幹的 而以色列是用衛星遙控的 而且這把機關槍終於被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機關槍 叫做Smash 2000機關槍狀況 好像可以看到這個機關槍 它非常輕巧 兩個成年人大概就可以搬動 然後你根本不需要瞄準 你手上一個iPad 就可以看到機關槍到底會瞄準到誰 而且你看這個iPad 你只要鎖定的 比如就算是無人機這種快速的 你只要鎖定完 你根本不需要按板機 每一個人跟打電動一樣 你就是神射手 你手上這個配的 就是直接按下去就可以射 而且這個機關槍無視角 360度都可以做遠端的遙控 所以這機關槍真的很適合做按插之用 令我們最急訝 所以他就把他放在一個你上的車子上 然後就把他丟在路邊 他就是一個按殺者 甚至可以放在開的車上 你看他就這個在demo什麼 你車子在開的時候會顛破對不對 你的瞄準會不準對不對 可是這個最可怕是什麼 我只要鎖定這個頭 就搖死了 所以我車子在怎麼晃 槍管在怎麼晃 你看這準心一直在這個人的頭上 然後呢 我等到我認為安全距離的時候 開槍開下去 這個人命上皇權 所以他已經顛覆我們過去對於什麼 狙擊手 百步瘡陽 發現不用演算法全部幫你搞定 然後呢 這是用演算法 我們大家其實這樣 我們把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出來做照相模式的時候 現在手機就可以自己抓好幾個人頭 對 人頭不是動來動去 他那個抓人頭還是繼續 你把他想像 這換成機關槍 你會多害怕 這就是用演算法來搞定的 現在非常非常大的機率 這個伊朗盒子交付的暗殺過程完全揭秘 第一個武器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Smash的2000 他把它安裝在一台車子上面 然後他可以去抓這個人的頭 對不對 可是呢他在這邊有一個Meg 就說 你怎麼確定這個人在車上 我用無人機不見得看到 因為上面是有頂的嘛對不對 結果呢他們做了一個路線圖 是這樣子 來導遊們帶這邊 他正常來說 這個人要這樣往這邊開 結果他故意有在路這邊擺台廢棄的車子 擺台廢棄的車子上面 也擺一個人工智慧的攝影機 然後呢 你開車開班 發一個臉的路被廢棄的車子擋住怎麼辦 你得回頭 你回頭的過程中 你的臉就被那台攝影機照到 他就知道這台車 誰坐副駕 誰坐主駕 然後坐副駕 到底是不是我要暗殺那個人 好了你抓完之後呢 因為你回頭 你只能繞這條既定路線 所以呢這個暗殺車子就放在這邊 所以暗殺車子放在這邊的時候 當他過來的時候 我說我要暗殺這個人啊 我根本不用在車上 就像我剛剛講 你在遠遠的地方 拿一個PAD 然後就開始看 然後那個人開過來 我確定在右邊嘛 我直接去鎖定那個右邊那個人頭 你說我不用在機槍旁邊 不用 遠遠的 然後我就去鎖定那個人頭 那車子會顛破對不對 剛剛那野車法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你車子再動 我都會咬死你這個頭 我只要決定我什麼時候開槍就好 結果呢 按下板機 就像我們最後看到的狀況 那個伊朗的核子武器專家頭被爆了 身邊的老婆一點刺都沒有 連打三槍 這麼精準 對一點刺都沒有 然後呢 重點來囉 這個機槍射完之後 跟Mission Impossible的電影 一模一樣 什麼叫一模一樣呢 原本那台皮卡自爆 所以說機槍 你說那台你上的皮卡自爆 自爆 所以說那些機槍有什麼 不見了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世代 在處理暗殺的狀況 那你以為這個機槍只能做暗殺嗎 沒有 他還可以幹嘛 打無人機 美軍有的說什麼用雷射打 有的說什麼用這個 電子干擾讓無人機掉下來 可是這個超級適合打無人機 為什麼 因為他咬住 他就不會 不會停了嘛 而且他可以打好幾個無人機 同時一起殲滅 你以為這個程度 大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